捷運站內滿滿人潮 站務人員手拿指揮棒 引導民眾走上月臺 人會這麼多就是因為 歌手演唱經典民歌 悠揚樂聲觀眾聽得如痴如醉 北捷慶祝成立三十週年 二十六號晚間特別在捷運淡水站旁 舉辦民歌演唱會 但這密密麻麻的人潮塞滿整個廣場 歌手丁曉雯也在臉書發文說 我的天啊 還打上兩個驚嘆號 而這人潮也導致結束後 淡水站被擠得水蠍不通 站務人員高舉看板寫著扶梯兩側 皆可站立 因為人真的太多 官方統計民歌演唱會 湧入超過五千人參加 沒多久捷運站手扶梯 還直接暫停 大家只能小心 慢慢走上去 北捷也回應演唱會的疏散 一切順利 過程中因應人潮 短暫管制 手扶梯暫停 也是正常程序 為了疏散時能維護民眾安全 大家會這麼擔心 就是因為大型活動散場時 一時不注意 就怕發生踩塌事件 後果不堪設想 民眾享受音樂的興致 都將大打折扣 華視新聞林凱旬 無關微信 北報導